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前陣子才宣佈了 說要從德國撤走9500名駐德美軍 話口未完 特朗普又再改變主意 要加碼升級 今次索性就從德國撤走一半駐軍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決定呢 他就說了兩個原因出來 第一 就是因為德國沒有承擔對北約的軍費開支 第二 就是德國對美國的貿易態度不友善 我們一起去檢視一下數據 看看特朗普的說法到底是有沒有道理 以及德國作出了什麼回應 特朗普就說 目前駐德美軍有52000人 他就決定要將這個數字降低到25000人 裁軍就是為了懲罰 德國繳納被北約的經費不足 實情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 就已經一而再地指責其他北約成員國 是沒有好好地履行他們的承諾 將GDP的至少百分之二用在國防方面 並且在軍事上過度依賴美國 我們現在來一齊看看北約最新的那份年度報告 看看德國到底承擔了多少軍費開支 在2019年來說 美國的軍費開支在北約那裏 是佔了7301億 我記得在節目當中也說過 那德國是佔了多少呢 他只是佔了547億 如果從經濟體系來說 這個是不成比例的 而且德國所繳納的北約經費 就只是佔了GDP的百分之1.38 但是美國佔了百分之3.42 好了 北約就有30個成員國 如果不計美國 只是歐洲和加拿大那29個國家 實情平均來說 他們所繳納的北約軍費佔了GDP的百分之1.57 換言之 德國所繳納的經費 更低過歐洲和加拿大的平均值 德國作為歐洲最龐大的經濟體系 就理應分攤更多的北約經費才是 既然大家都作了一個軍旨協定 說要每個國家的GDP百分之2 作為北約經費的時候 德國沒理由縮 就只有百分之1.38 這個已經是不合理了 故此難怪特朗普 上個星期在西點軍校進行演講的時候 就說明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美國軍隊的職責不是去解決那些 很多人都未聽說過的遙遠土地上的歷史衝突 這就是暗示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衝突 根本上他的演講某程度上 在前半部分 就是為了從德國撤軍來辯護 我們在前幾天都作出了這個分析 現在又中了 在過去幾十年 德國節省了這麼多的經費 他當然有更多的資源用在其他方面 比如說研究高薪科技 推動經貿發展 或者改善民生等等 實情就是在找美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民 比如說有很多國家 其實他們所分攤的經費 所佔的GDP百分比 是比德國還要高的 比如說保加利亞 愛沙尼亞 甚至乎破產的希臘等等 都是比德國的1.3% 德國都應該自殘盈慰 除了在軍費上爭執以外 其實特朗普也有意 將駐德美軍這個議題 作為對德國貿易談判的 其中一個重要籌碼 特朗普批評 說德國是歐盟的經濟大國 但在貿易態度上 對美國非常不友善 這麼多年以來 德國在貿易上 造成了美國幾千億美元的損失 美國不但在北約中受到傷害 而且在貿易上也受到傷害 到底特朗普所說的損失 當然也是在說貿易赤字 因為跟你做生意蝕本 特朗普就覺得是損失 現在德國在2019年的時候 數字非常強勁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所說 德國的貿易順差 德國在去年排在全球第一位 達到2,930億美元 遠遠拋離第二名的日本 1,940億美元 以及第三名的中國 1,830億美元 就是說 德國通過貿易賺最多錢 至於德國和美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又如何呢 在2019年的時候 德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532億 雖然這個數字已經比2018年的時候有所下跌 但是當然沒有辦法符合得到特朗普的預期 故此難免特朗普會將駐得美軍這個議題 作為對德國貿易談判的其中一個重要籌碼 其實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美國一直對於那些在地緣政治非常重要的地方 派駐軍隊 而且北約在這個冷戰期間 也作為一道非常重要的屏障 就是用來對抗蘇聯 現在雖然蘇聯倒塌 但是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仍然存在 其實在上兩個星期 特朗普說要削減四分之一駐得美軍的時候 整個德國的潮野都已經為之震盪了 他就認為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不過德國總理馬克爾仍然非常口硬 還說要兼顧和中國的貿易利益 但是現在特朗普玩得這麼大 說要削減一半的駐軍 所以德國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回應 德國將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接任歐盟的輪席主席國 德國擔任歐盟主席國的政策計劃草案 也曝光了 實情在三月的時候 本來已經有一份計劃草案出台 不過當時那份計劃草案 對華態度的措辭極為軟弱 現在忽然又推出一份新草案 來取代三月那份 這份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強調了 與中國的合作 要基於互惠的原則 同時也要彰顯價值觀 被外界視為 德國將會推動歐盟 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態度 德國對華態度有一個這麼巨大的轉變 很明顯是與特朗普打算從德國裁減一半的駐德美軍這個決定有關 德國在這份政策計劃草案當中提到 希望發展與中國的合作 並且努力在所有政策領域實現更多的互惠 這個互惠原則從何說起 原來有很多德國企業都抱怨 說他們在中國市場所享有的優惠 遠遠不及中資企業在德國市場所得到的優惠 即是說兩國的貿易基本上 就不是一個對等的原則上去進行 當然這就是與默克爾的態度有關 現在卻要撥亂反正 至於說要彰顯價值觀又從何說起 這份計劃草案強調 說歐盟各個成員國對於中國的政策 是一致和公平的 必須要以歐盟的長期共同利益和價值觀作為導向 這個價值觀意味著 歐盟未來就會更加強調民主、人權 以及香港自治等等的問題 即是擺明是衝著中國而來的 實情這個價值觀 捷克和澳洲他們自己本身都已經提倡 歐盟只不過是遲了 你必須提倡這個價值觀 沒有理由純粹為了強調經貿利益 其他所有議題就放下不管 這樣的話 你遲早就會被人吃掉 不是經貿利益不重要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應該要把持著一個底線才行 沒有理由跟你做生意 你自己的線可以不停地移動 移動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成為另一個國家的附庸 沒有分別 好了 現在就說要強調民主、人權和香港自治等等的問題 德國外長馬斯 原來在星期一的時候 曾經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進行一趟視像通話 在這一趟通話當中 他們談了什麼呢? 就說歐盟期望中國能夠確保得到 投資和貿易的條件公平 遵守包括香港問題在內的國際協議 即是說中英聯合聲明 另外馬斯還提到 說只有歐洲和美國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 才能夠期望中國做到上述的要求 實情馬斯也改變了多少口風 因為在上星期的時候 馬斯才說要強調歐中要加強合作 對於民主、人權和香港的問題上 基本上在上星期仍然隻字不提 故此 現在德國在對華態度上 事實上是作出了一些微調 到底會調整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當然就是有待觀察 到底是純粹應付式地 隨便說兩句塞住美國的口就算了 還是作為一個長期策略 決定要歸隊 靠攏美國呢? 這件事真的需要時間來驗證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